百文不如一谈 这些年来中国航天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备受关注 不管是空间站的建设 还是月球探测 还是火星计划 今天我们的访谈嘉宾是一位航天人物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留学生 学成之后毅然归国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带领中国航天走向月球 甚至更远的深空 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所以他身上有着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 他的名字大家也并不陌生 今天我们就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和叶培健院士聊一聊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关注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嫦娥一号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 绕跃探测工程卫星系统总指挥 兼总设计师叶培健 叶培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资源二号卫星到嫦娥工程 从圆梦月球到竹梦火星 叶培健亲身参与卫星研制 摇杆观测 月球与深空探测的发展研究 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也因此获得了 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近几年 已年过七旬的他 又开始着手专业丛书和杂志的编著 让更多人看到中国航天的发展和进步 你看这张照片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 这是和卢健在一起的 这是您和孙嘉洞院士 这个现在距今也14年了 整整14年前 送你一本 我们也谢谢您了 待会您得给我签个名 我也借机进入到您的书里 因为选照片我是有点选择性的 不是所有的照片 都有一点代表意义 那个是代表参与卫星研成功了 我看这几年您还编了不少书 还有杂志 对 我们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成立50周年的时候 发动国内的专家 写了这套重书 反映了我们方便们的技术 你看系统设计 数据 动力学 电源 控制 导航 天线 等等等等 都有 你看 然后为了走向世界 我们从这些里面 又选择了 能够走向世界的内容 又跟Spring合作 出版了一套英文版的 就是把这套重书又翻译成了英文版 不是简单的翻译 体验出最能够在世界上展现中国特色 中国水平的 说的英文版 很多人要看中国的航天发展技术 就通过这套同书来看 这套书呢 很多高校已经拿去做教材用 那么这个杂志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中国有很多杂志 但是到目前为止 到这本杂志之前 没有一本英文版的 在世界上说中国航天故事的杂志 因此很多外国人 说我们中国人只会跟着干 不会有创新 我说不是的 我们有创新 但是我们没有说出去 所以我们经过两年的策划 出了这本杂志 这本杂志现在当时还是很高 你看没有 是Science Partner Journal 就是Science的合作刊 是跟美国合作的 这本杂志呢 经过两年的筹备 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了五本了 这五本里面已经登载了 天问的控制系统 登载了嫦娥五号的控制系统 在国际上反向度很大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 我认为两年时间 我们这个杂志就能进入SCI 2020年12月17日凌晨 内蒙古四字王起 在闯过月面着陆 自动采样 月面起飞 月轨交汇对接 载入返回等多个难关后 历经重重考验的嫦娥五号返回去 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 成功返回地面 首次实现中国地外天体的采样返回 这也是时隔44年 人类再次从月球采回样品 从今年10月起 多篇有关嫦娥五号 月球样品研究的最新成果 陆续发布在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多项突破性进展 给出对月球演化的全新认识 同时也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 提出新的方向 燕院士 我看我们现在这个 查阁五号带回来的月轧 中国已经公布了这个研究结果 说是把这个月球的地质年代 向前提了10亿年 那你有没有关注这个消息 我关注了 按照我的理解 人们认为这个月球 已经40多亿年了 但是根据阿波罗当时采的样品 认为月球呢 在30亿年前呢 就停止任何活动了 就死了 但是后来的摇杆很发达 人们通过这个卫星摇杆 是月球卫星的摇杆 就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就不同的地方去观察 月球停止活动的时代不一样 最年轻的甚至可以推上了 12亿年前还有活动 但是呢 没有东西能够证明 所以这是我们常用话去的时候 选的地方 就选了一个摇杆看起来 好像更年轻的地方 风暴洋 事实证明 科学家原来的预见是正确的 判断出来是21年 比那个提前了 11年 就是说21年前 月球上含有活动 那这个能量 比如现在能不能提出一些假想 有可能是 过去数据时候认为有什么元素 但这次拿回来样品看 知道没这些元素 那下一步研究有可能首先 比如说根据这个是要找这种可能性的元素 对 比方说 有人提出啊 未能准确 说会不会由于地球和月球的草线现象 造成月球内部 还有能量的聚集啊 就是这种 但是这种可能性 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解决这个问题 带来一些问题 这就是科学研究 也是探月的这个魅力所在 以嫦娥五号任务 圆满成功为起点 中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将接续实施 包括嫦娥六号 七号 八号 小行星探测 火星取样返回 以及木星系探测在内的工程任务 也将按计划推进 随着空间站建设和深空探测的稳步推进 中国什么时候能将自己的航天员送上月球 就成为了人们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我记得你也说过 载人登月可能会是在2025到2030年 这个阶段完成 那现在看来 您觉得这个时间仍然是可行的吗 我个人认为 只要现在载人登月的技术公关这么发展下去 只要国家下决心 我认为在2030年之前 涉嫌中国的载人登月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要去也一定能够去 但是没有明确的哪一年登月的计划 那现在为什么载人登月还没有能够完全立想成功呢 是因为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还有争议吗 我认为没有不同看法 意见比较一致 还是国家很大嘛 很多事情要做嘛 就是我们航天来讲 因为微信要发展 我们通信 导航 摇杆这些也要发展 这个是和国民经济和大家生活系列相关的 这是主战场 升空也要发展 我们还要去探小行星 还去探火星也要花钱 空间站也要花钱 还得看国家的能力嘛 但是现在可能还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说50年代末 当然是苏联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月球的这个探测 然后60年代美国人都已经实现了载人登月 那我们今天去做月球探测 甚至载人登月 它的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 我也很简单的回答过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发展 它带动技术 不是说这个国家有了 你就可以没有 事实证明 谁能够在太空技术方面引领 说明它的各项技术都是很好的 反过来太空的技术 也是可以回馈到社会的各项技术的 那么很多现在空间的事情 你不去 很可能将来就是非常有用的 就便是不能够增加几个GDP 但是对国家的实力 我多说一点啊 一个国家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今年年初 阿拉斯加进行中美的会谈 二加二加会谈 美国的高官就突然泡这个问题来 他要居高临下的给我们谈 这个您更清楚了 理由是什么 至少有一条 我能去火星 所以我们在我们火星这些任务当中 开一次动员会 我在动员会上就给队伍讲 我们本来探火星就是个科学问题 但同志们现在不要这么认识了 已经把我们避到了另外一个高的层次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光是个科学问题 是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地位问题 美国人要居高临下跟我们谈 是因为他能去火星 如果我们也能去火星 他就不可能居高临下 再讲我们去 嫦娥四号去月球北面 再讲我们这次取得了月软 对这个年龄有新的判断 这本身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地位 这种地位带来的很多发展当中的好处 那不是用这个金钱能够衡量的 所以我说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别人做的我们也要做 别人没有做的我们也要做 别人已经做的好的 我们将来想办法超过 不能说别人做了我们就不做了 但今天可能依然会有人说 这个太空探索 他不是说像大航海时代那样的国家战略问题 他应该是属于全人类命运的一个纯科学问题 您可能也会 不对 我不同意这观点 您不同意 我不同意 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 现在两碳问题非常热门 碳大风碳中和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空间技术 别人说你碳不大风就不大风 说你碳大风就碳大风 说你有多大的污染 就是多大的污染 你讲不清楚啊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进行碳大风 碳中和的监测空间系统 我们就很被动 我认为现在的空间技术 已经是国家安全和生存一个必不可杀的 我们没有自己手头 高级的空间技术 连我们的生存都是问题 如果我们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 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那比如说像美国有一些国家 会不会又给我们扣帽子 说中国实际上是想搞太空军备竞赛 他都干了那么多年了 怎么我们干了就太空军备竞赛 而且我们是开放的 你比方说空间战略问题 我们以前是很愿意合作的 他不让合作 如果说这个人大家不知道 像导航卫星 其实我们最早是参加欧洲人 咖喱乐系统的 后来美国人不让欧洲人跟我们合作 是我们要开放 我们要跟大家在一起走 他不让 他逼得了我们只能自己干 但是我们也不会那么傻 你逼得我自己干就自己干 我还是要争取多交朋友 还是要开放 还是要争取 我们得到整个国际大家庭的 共同努力来把这事情做好 他这个帽子刻不做我们 我看中俄现在也签署了 合作建设这个 月球科研站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那您觉得未来 我们在月球这个科研站的建设方面 中俄之间可以展开什么样的合作 我觉得我们两家合作是各有所长的 比方说俄罗斯人是打过很多月球上的 比我们多得多 他们应该比我们有经验 而且我觉得呢 中俄两家合作起来呢 本身就是个象征 是我们是开放的 我们是可以吸收别人参加的 在这个技术之上 像这些年来 关于月球科研站的问题 我所知道的啊 我们探阅中心呢 和德国 法国 意大利 都谈得很好 都谈得很好 为什么每次都要去现场 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队伍 已经把很多问题考虑得很周到了 但是总可能会临时发生问题 需要有一批人在北京控制中心来进行作证 如果万一有问题 有一批专家和人进行工作 第二 既他们回来了以后 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干过最好人都知道 这样发生什么情况以后啊 有职务的人 心情会很紧张 他有的时候会 多少会影响一些思维 这个时候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 经历都多了 经验也多一些 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事实在证明 我们在整个这些过程当中 也不是像你们所见的次数都那么顺的 有惊无险的事还是蛮多的 那比如说呢 哪一次让您觉得真的是 确实有惊无险 应该讲我们嫦娥各个系列 都是非常漂亮的 但也不能说当中没有事情 我就讲一个 这个嫦娥事实是很成功的 但嫦娥事实打上去那一会儿 是把我们吓得够枪的 这个输出也合法 也无法 嫦娥事实打上去以后呢 我们就突然发现 我们在做一个动作之后 突然发现发动机不对 不该开的两个发门开了 结果燃料就大量就出来了 也就20秒 后来马上把它关上了 这个入轨之后 还没有到那个 没有到 就是发射 发射过就分离了 分离了 这个20秒钟不得了 一二十公斤燃料没了 而我们整个到月区 后面用燃料的地方太多了 为什么会不该打开打开了 将来还能不能听指挥 想开就开 想关就关 少了那么多燃料 还能不能飞到月亮 还要落下去 还是在背面 还是在背面 这个燃料一丢了以后 就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比方说有四个储向 因为这个储向的燃料丢了 那三个就不平衡了 不平衡后就带来这个卫星的姿态 就会变化 卫星的变化呢 它又会去再消耗燃料 去找这个姿态平衡 又要加消耗燃料 后来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 经过千难万贤 到最后落月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点燃料 剩的 所以为什么 我在落地以后 我就拍拍了张鹤 一张很红的照片 张鹤一下子眼里掉下来了 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心里清楚 这一路上 一开始的问题 能不能顺利到达 能不能顺利降落 这燃料够不够 我们心里一直是打过的 所以一旦落下来 我就拍拍张鹤 张鹤总结眼里 立刻就下来了 就因为这个照片背后有故事 有故事 就是因为发生了那天 有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反过来说 恰恰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嫦娥四号和玉托二号 反而在月球上 一直坚持工作 这么长时间 所以在每一个圆满的背后 有很多有惊无险的过程 有的是有惊无险 有的是正式下四年 嫦娥三号 因为当时我们记得 好像这个 当时带玉托一号 好像也有一个 正出问题了 他一个轮子不动了 这个当时 对你们来讲 这个调整大不大 我跟你讲讲这个故事 因为玉托一号不走了 我们这玉托一号的 设计师贾阳同志 非常的难受 坐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这个团队 坐的第一辆月球车 走了一天 月球那天 他就不走了 所以到这个 嫦娥四号的时候呢 要落到背面去 当时我一个思想的 不要坐月球车 为什么 要把这个 这些重量 供电的资源拿出来 采取更多的措施 保证 这个长河四号能够 落到背面 这个主要任务 哎呀 那个搞车的同志 都掉眼泪呀 说夜总不行啊 得给我们一个机会呀 那就给一个机会吧 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做得很好 最近 我们的江南同志 直接写了一本书 叫做这个 月球和火星车 我在写一篇文章当中 把他这本书的后继 拿过来引用了 他在里面就写了一段话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 现在有人问我 你干这项工作后不后悔 他回答了三个字 经不换 有人是正业 有人是事业 他理解的这是一个事业 说明他已经生还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故事 那现在在航天队伍里 您觉得有多少人 把这份事业当成禁不换 爱多 很多 我觉得我们 说世界上有多少文明 都没有了 这有中国的文明连续至今 我们中国人有些东西 是已经融化在学业当中 我在国外留过学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许多人的国家概念 是非常之强烈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忧而乐 未必不敢 忘国 忘忧国 这些东西 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 骨子里面是 已经形成的 自古以来 无论是中国发展到好的时候 还是最受欺负的时候 总共会有这么一些人 会站出来 要为这国家做事情 1945年 叶培健出生在江苏太兴 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 对那个年代 中国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 感到痛心疾首 在父亲的教会和影响下 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这个朴素的信念 也成为叶培健 一辈子的坚守 您是一个家国情怀表重的人 19年 我被评为最美奋斗者 在人民大会堂班的奖 一共只有八个人发言 我是第一个 才来过来 这是我当时写的手稿 手写的 在最美奋斗者 半疆大会上的发言 当然最后是打印出 打出来的 我念两句话你听听 为什么会 我就说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父母都是新式军的老战士 参加过抗人战争 解放战争 父亲入朝参战 冰雪交融 注意冰这个事 艰苦足绝 但中国人民取得了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但在战争中 也看到了我们 和美国现代化武器的巨大差距 尤其是美国的空军的优势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 就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国家独立 其实这么多年 自身我的始终是 这段话的 一个国家 不强大不行 我得做点事情 这是2019年的发言 2019年发言 写这个发言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说过 今天的长津湖 没有人说 那您看长津湖 那个电影的时候 会流眼泪吗 不流 因为已经知道了太多了 因为你接触到现实的生活 远比电影 还没有 更要真实 我们 把桥炸掉了 桥灯都炸掉了 美国人可以在日本 做一个桥空运过来 因为我从小听父亲说 这说的太多了 我就讲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 是不行的 部队在血肉之气去打仗 全都冻死 这是他们的亲身经历 所以 所以我所有的动力 都来自这个地方 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不行 所以我愿意为他做事情 是绝不会后悔的 这个加国情怀 是融入到血脉当中的 所以我送国外回来 很多人 你有什么思想斗争啊 我说没有斗争 从来没有考虑过留在国外 问这个问题是小看我了 要回来 要建设 要为国家出点力 出顿新的 我从来没有思想斗争过 2019年 您获得人民科学家的荣誉称号 对 这也让我想到钱学森先生 您觉得两代的人民科学家 有什么样的传承 钱老 是我们的第一任院长 我是他当院长的第一年 进来的新人 钱老是人民科学家 那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家 我感到我当成人民科学家 还是有点压力很大的 但是我记住了 钱老的一句话 这是钱老的原话 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 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 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生 这句话 不是我当人民科学家以后 才记得心中的 我从一开始就 拿钱学生这话 再面临自己 所以在受完奖以后 媒体采访我的时候 我要说了两段话 第一段话是 人民科学家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习主席在过授奖的时候 说要再来新功 我要再来新功 第二五个人民科学家 只有我一个在世 我要多做一点事情 替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当时我这么说的 现在天上还有一颗小行星 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 对 它的编号是456677 对 那有没有比如说 激发您这方面的兴趣 比如说想去研究一下 以我名字命名的 这颗小行星 就是命名这个小行星之前 我已经着手小行星的工作了 我们去了月星 下不去哪 去火星也布局了 我们现在已经去了火星了 2030年 我们的火星还把东西拿回来 下不去小行星 就是我一直这么想的 小行星的科学意义太大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带了我的一个团队 做了很多小行星的研究 我们中国小行星探测 准备分两个阶段 一次入两个阶段 第一步先到去看一个近地小行星 不但要看 还要落上去 还拿上东西 要采样 要把这采样要送回地球 然后继续飞行 然后飞到和这个叶配舰星 很相近的地方 去再进一步的探测 但是没有去探这个叶配舰星 一个叶配舰星 看起来科学意义不大 没有探测 现在我看 有这种短期的太空旅行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 像杰弗贝索斯等等 这些人 他们也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实现了自己的太空旅行的梦想 那作为一名航天人 一名航天科学家 你有没有想过 也参与这样的短期太空之旅 说实话没想过 我是这么想的 去空间站工作 去太空旅游 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身体条件的 但是我想 我给自己定的指标不高 我想我有生 肯定可以看到两件事情 中国的宇航员 上月球 中国的宇航员 能不能去小行星和火星 对我来讲是个未知数 我相信一定能够看到去月球 所以我还是要 自己虽然不能去 但是呢 一定要做好工作 让更多的人能去 而且去得更远的地方 今年建党一百周年 在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托托 明在天安门广场 我在城楼上 当我看到直升机 拖翼着这个 党旗前进的时候 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因为这些旗子 都是我们原作的 这些材料 都是用那个 回收的降落伞 同样等级的材料做的 非常牢靠 颜色非常之好 它在空中悬挂 它可能要的什么 记录器那么大的速度 对对对 一般你不一扯就睡了